1月28日,黄晓明与baby双双发文宣布离婚 两人的七年婚姻终究走到尽头,令人唏嘘 关于离婚原因,黄晓明和baby都没有多说 但回看他们的七年婚姻录 其中有很多细节已经透露婚变预兆 一、三观不合 男抢女弱黄晓明曾说过 我希望我的女人是被我宠爱的 像公主一样的那种 但有一个前提条件是 她得是以我为重 我对女人的要求就是贴心 我有点大男子主义 对女人的好事比较霸道的那种好 比如说我真的喜欢你 会倾我所有的能力让你高兴 从黄晓明的感情观可以看出 她需要一个乖巧听话的伴侣 女方需要事事以她为重 这样才能获取她的宠爱 但恰恰baby并不是一个为了爱情付出所有的人 她15岁就开始出来工作 明白独立的重要性 外界曾传言baby为了事业飞升 通过黄晓明获得不少工作机会 2010年 baby出演由华裔公司出品的电影全程热恋 和一众大咖同框合作 众所周知 黄晓明在华裔有股份 后来 黄晓明推荐baby去演电影一场风发雪月的事 为此她推掉自己所有戏 专门给baby配戏 此后 baby在圈内的资源越来越好 名气也越来越大 由此可见 黄晓明需要的是一位有牺牲精神的家庭主妇 但baby却把她当事业跳板 两人的三观和所追求的生活都不一样 注定走不到最后 二 南方忙于事业 先少顾家除了感情观上的差异外 黄晓明对家庭关注度不够多也可能是导致离婚的原因之一 baby曾在谋访谈节目中给黄晓明打分 最后只给了她七至八分 她说黄晓明工作太忙 平常陪孩子的时间很少 暗指其没有自己度家 其实baby有这样的怨言并不奇怪 外界经常会遇到她带着小海棉外出游玩 不是去海边就是去游乐园 除了工作之外 baby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陪孩子 但黄晓明却不是这样 外界很少偶遇她带着小海棉外出 而且她作为业界的劳模 每年都会有新作品出现 有时候在剧组一待就是几个月 对于家庭的关心自然就会少很多 之前她生日都是独自在剧组里过 身边没有家人陪伴 三 聚少离多 感情变淡另外 baby不止一次抱怨过与黄晓明聚少离多 两人刚刚结婚时 baby就说和黄晓明各自工作太多 大家很长时间都见不到面 为了改变聚少离多的生活状态 baby试图做出一些改变 想要花更多的时间与老公在一起 可惜 她与黄晓明都是圈内大明星 想必根本不能随意决定时间安排 而黄晓明又是个以事业为重的男人 长此以往 夫妻俩见面少 交流也越来越少 感情生变是迟早的事情 一段七年的感情 说断就断 着实令人可惜 不过还是祝福 黄晓明和baby以后能各自安好吧 警号 baby黄晓明离婚原因 警号 警号 感情观不合警号 警号 事业跳板警号 作者 方方土泽边 饶舌歌手阿扁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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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